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些时候因为重创 特别重的创伤 有些失态 给大家添麻烦了 陆挺尉 不麻烦的 您日后也可以不必过来麻烦 但是我对真二是真心的 可表日月 可见天地 那你找日月找天地去 来这干嘛 神不服 其实我觉得陆挺 你觉得什么 这是我们沈家的家室 是 那我可不可以见见真儿 不行 就见一面 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 真儿因为你 在全成人面前丢尽了颜面 什么正话狠话 你都当着大家的面说了 现在送这些东西 见个面 道个歉就弥补了 陆挺尉 您是大人物 我们得罪不起 但是 我们沈家娘子也金贵着呢 您请回吧 沈大娘子 好了 我们百香阁还要做生意 不像您郑国公府家大业大 慢走 不送 沈大娘子 伯父 我说你堂堂玉石也是个巨内的 巨内 你不巨内 你不巨内 你刚才在哭哭哀求什么 你说 我该怎么办哪 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面子 你先把沈二娘子的面子 给她找回来 面子 镇国公府世子 陆石宴 愿求许沈家二娘子沈真 结百年之好 此生绝不再许 永不复清 阿 阿 阿子 跟我回去 阿子 他知道错了 况且你不是他的错呀 阿子知道 阿子知道你们两情相悦 也知道你们走来不容易 但是既然咱们要嫁 就要嫁得金贵 为何这婚嫁 要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要三姑六婆 名媒正娶 这都代表着 你嫁入他们家之后的地位 他们整个郑国公府上下 对你的重视与尊重 明白吗 我去找爹爹 芊儿 爹爹 我来帮你 还有我呢 不生气了 爹 你把我的沉香放哪了 然而 爹 他怎么来了 然而 我知道你的心 但是我们也得懂得他们的情嘛 他们两个 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 再说了 人这一生 时光短暂 不容蹉跎呀 沈不复 沈大娘子 我路实验 真心求娶沈二娘子 一生只娶一人 一生只愿 由此一期 绝不大窃 永不负清 好 这事我答应了 阿慈 这婚姻之事 你俩谈不合适 让你们郑国公府派人来议吧 我亲自来议 长公主 以后都是一家人 不必多礼 燕儿刚刚说的话 我完全认同 燕儿 你可要记住了 如果你以后做不到的话 我可是要打断你的腿的 你们放心 成婚之后呢 我会带珍儿 像亲生女儿一样 绝不允许 任何人 慢带了她 哈哈哈 水中月 鸣中花 一茶一环 仰妾 祈就 为你却脆弱 若是无缘 我落下一滴泪 换你心痛欲碎 若你可以是平安 也算圆满 有生执念能遇见 饮料无遗憾 重逢若是光荏 然我不许你孤单 回首跌当的岁月 以翠风飘散 唯独是你笑容断绚烂 我宁愿掌握半生难 不提示却轻等待你还 总是此生有缘 无论梦中所遇 究竟是一阵黄凉 无稽之谈 还是蝶变庄周 造幻梦人 此生寄予你 心已依予你 风浪万千 一如甘露 不永恶不仅一定 不并宁愿我永远 不永远 我的惯不仅真 我宁愿一时却轻全搴 谢谢